在这个视频中 我要来讲讲不确定问题中人数的范围分析 比如小山羊老师买了100块巧克力 准备分给班上的同学 如果全部分给女生 那一部分女生分到4块 还有一部分女生分到5块 让你求女生可能有多少人 由于题目中分到4块的女生人数不确定 分到5块的女生人数也不确定 因此不太好求 不过如果我把条件改成 所有女生都恰好分到4块 那让你求女生人数就太简单了 用总数100除以每人4块就是人数了 算一算得25 但这和实际并不相符 还有一部分女生分到5块呢 比4块更多 既然分到的更多 那人数就得更少 因此女生人数就得小于25人 也就是小于等于24人 这个24就是女生人数的最大值 也叫做上限 现在你搞定了人数上限 那人数有没有下限呢 换句话讲 人数是否必须大于等于几呢 关于这点 你只要接着考虑另外一种极端情况即可 让所有女生都恰好分到5块 这样女生人数就是100除以5得20人 而这和实际也不相符 还有女生分到4块比5块少呢 既然分到的少 就说明人数要更多 因此女生要多于20人 也就是必须大于等于21人 这样你就找到了人数的下限 现在人数的上下限都有了 那你把它俩合在一起 就能确定人数了 可能是21 22 23 24 四种情况 在上述过程中 你通过考虑极端情况 分别求出了人数的上限和下限 从而求出了人数的范围 不过这种解题思路 跟一般应用题还是有不少区别的 区别之处就在于 所得的结论不是等式 而是不等式 为了帮你熟悉这个不太一样的分析过程 我再把同样的方法 在男生身上用一次 话说这100块巧克力 全部分给男生 一部分男生分到了5块 另一部分男生分到了6块 要你求男生可能有多少人 方法相通 担心考虑一个极端 所有男生都恰好分到5块 那男生就有100除以5得20人 而实际上还有男生分的比5块多 因此人数就要比20少 也就是男生小于等于19人 接着考虑另一个极端 所有男生都恰好分到6块 那男生就有100除以6得16又三分之二人 而实际上还有男生分的比6块少 因此人数就要比这个多 也就是大于16又三分之二 即大于等于17人 注意这里虽然是分数 但咱只是求范围而已 所以无所谓了 现在人数的上线和下线都有了 那你把他俩合一起 就能够确定人数了 可能是17 18或19人 看来对于这类问题 你只要考虑极端情况 找到上下线 就能轻松的确定人数范围 不过如果我再加个条件 其实你就可以把人数确定下来了 比如我还告诉你 女生比男生多7人 那你看一下男生女生人数的各种可能性 不难发现女生最大24 男生最小是17 他俩正好差了7 因此就只能是这种情况了 于是女生24 男生17人 结果就确定了 以上就是不确定问题中 人数的范围分析 其中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通过考虑极端情况 找到人数的上下线 从而确定人数的范围 怎么样明白了吗 如果明白的话 就自个动手 就自个动手试试吧 就像中一样 别人的范围分析 这个人数的范围分析